我們HKADC 今天在整年的大年初一清晨 就來到太子的花墟年宵市場 直擊報道 活化廳一眾藝人 在做一個花車巡遊的事前準備工作 現在看到廳長很厲害 一解就解構到四架 五架 五架的鐵車仔 解構完之後 解構完之後就把這些車子推出去 那些車子推出去 大家會慢慢看清楚 Vangie 請問這些鐵車仔從哪裡來的 其實我們因為這次這個 十得好聖物回收計劃 就向右麻地的小店借了一些手推車仔 他們就贊助出這個手推車 我們就會在這個活動裏面 就會砌一些屬於他們店舖的花車 現在廳長推著這麼多車 去哪一次過推著這麼多車 我們會正式進入這個煉宵的花墟市場 等待我們這個活動正式進行 明白明白 現在我們繼續跟著廳長 解構完這個木頭車仔之後的去向 原來Vangie 現在幾點 但是好像花市還有很多人 對 其實現在已經4點9個字了 今年聽聞就是 年宵市場生意非常旺 所以我們現在還看到有些人 還在進來 有些人剛剛才離開 我們看到在這個入口處 就有很多參加了這個 成物活動的藝術朋友 街坊朋友 在這裡準備著 還有大家在密密針著 究竟待會怎樣去收拾東西 收拾行動應該怎樣進行 怎樣砌的花車好些 好 我們繼續去看一下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 嘩 很多人才仔仔 咦 廳長解構完那些車之後去了哪裡呢 那我們看到現場情況 其實一點都不像是凌晨的4點9 像是晚上12點 那些人剛剛開始行年宵的情況 還是很多人不斷 其實是進來年宵市場 去買東西啊 購物啊 而商鋪也都一點的 準備收拾之意都沒有這樣 那可能這個 性物計劃呢 原本可能 希望可以可能 4、5點開始 那現在可能是要 相繼延遲少少少的 我們現在看到一班的 參加了性物活動的朋友們 就在等著這些鐵車仔 繼續被解構 繼續被解構的 好 那我們現在 暫時到這裡為止 稍後再看 究竟這些藝術家 是怎樣去裝他們的車 都去 Johan 對